HELLO 大家好,我是莫提,這樣介紹的豪韻結後呢 今天來講的是毒塔龍是目前最新的狗前四神症 過迷思議就是很好當你拿到前四名啦 這號神的崛起主要就是歸功於叛徒體系內的牌都被加強了 像說賽勒斯這張卡的生命值加強到了700 而且治癒量也是提升的 塔龍則是加強了這個攻擊速度還有他的一個技能的傷害 威爾哥則是生命值和他的技能傷害都被加強 而且如果你是有看明星表演賽的朋友 應該就會指導叛徒在這版的表現真的是相當亮眼的 完全不輸好運姐 只是還是有一些小細節需要注意 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S8戰績攻略的話 歡迎用稍稍技術員加入會員 贊助一杯咖啡的前幫助主播讀過慢慢長夜 想要更深入的一對一戰騎交學可以點選資訊欄報名 非常推薦的去找天晴啊可以寶寶跟災星旅人 這幾位最近充分快速的玩家 好回到主題 有自身的主稱有牛賽勒斯菲歐拉安尼 維爾哥塔龍 薩米亞跟亞菲利歐 基本是六牛年 三叛徒二槍手 13.1版本上入了眾多毒狗 整塔龍卻的逆勢增強 讓他成為了目前版本較強勢的低肺毒狗 而且相當克制後排主C的一些陣容 像是說郝遠傑跟槍手都會蠻怕塔龍的 因為塔龍啊很好兩發直接帶走後排 造成一個多打掃的局面 而且這套玩法也是相對簡單的 我想應該蠻多人是看熊哥哥下棋的英姿之後 才努坑戰棋的 所以就蠻推薦新手可以以這樣子的一個毒狗陣下去入手 或者說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介紹的 戰棋九大必修課 出裝的部分呢塔龍建議是科技槍啊 魔攻裝備 比較推薦的三件套呢 就是盡量要有一件回血的裝備 像說科技槍啊 嗜血者或是說正義 那這三件呢就是選一件出就行了 接著呢就是出一些法強裝 像是說星火還有法爆 有電到的話 星火則可以用任意之間魔攻裝備去取代 機器人跟賽勒斯的話 只是可以去出日言贖罪 關卡龍、爪號戰等等的彈星裝備 誰先三星就優先讓誰拿裝 都沒三星的話呢 後期也可以直接專給雷歐娜 或是牛安妮這種彈性的角色也OK 威德哥的話呢則是去拿剩餘的魔攻裝備 萊克斯的部分呢 最好就是要出塔龍的一個英雄強化 然後再也就是魚量級啊 戰鬥法師啊 牛捏轉職啊 叛徒轉職都可以 抽用型的萊克斯則是可以去選擇珠光蓮花 主劍組合包 血性獵殺 公禮胡刃 再接再一個貿易大亨 看他搶裝呢建議是魔棒跟拳套 完這陣呢是有先決條件的 一定要謹記在心喔 第一個就是2-1的時候最好就有拿到塔龍的英雄強化 這時呢你最多呢就是可以容納一家同行 因為如果你有英雄強化的話 你的塔龍的傷害是會蠻穩定的 第二個呢就是你的塔龍禁牌非常多 並且有合適的裝備 這樣的話你還是可以玩這好整 然後後期的話就是看有沒有去出 安妮啊或是威爾哥的這種團隊型的英雄強化 那這時候你去選擇玩塔龍也是OK 所以要嘛就是你有拿到塔龍的英雄強化 要嘛就是你的塔龍禁牌多你才會選擇玩這套陣容 而不是輕易的鐵頭去玩 所以大家也不要覺得說 喔這陣很好詮釋所以你就一直鐵頭 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們在選完一套陣之前呢 都是有經過合理的判斷之後 才選擇玩這套陣容的 接著來講到陣容過度的部分 前期呢不順等打5連敗最大化經濟 只拿體系內的一個英雄像說機器人啊 賽勒斯啊跟塔龍 或是用3地下勢力來做過度都可以 通常呢我們連敗只會達到2-6 所以3-1呢是我們關鍵的一個決策點 這時候呢你可能會遇到兩種狀況 第一個呢就是如果你今天的塔龍的禁牌數量夠多 並且超過5張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在此卡著4的刷到剩下20塊左右 盡量在這懷合呢刷出更多的一個塔龍 幸運的話呢可能就直接在這邊三星起飛了 第二種狀況呢就是卡在5等 然後存40塊到50塊的一個利息 慢慢刷塔龍到三星就好 5等的時候你可以先組出安妮、賽勒斯、卡蜜 一個機器人跟塔龍 組出一個三叛徒、二牛年的羈絆 以這種曼迪爾雙排方式呢主要就是要讓我們自己比較有退路 不會說一夕之間就把賭金都給賠光了 建議最晚呢是要在4-1回合ALL IN升降 然後把我們的塔龍刷到三星是會比較好的 機器人跟賽勒斯能3就有3 沒有三星也沒關係 後期呢其實還有英雄可以去做替換 接著呢就是直接升上6等 6等的時候可以去補上一個25鬥 或者說惡魔法師 如果掉太多的一個物攻裝備 則可以選擇給我們的卡蜜爾 卡蜜爾的金牌數量夠多的話呢 也可以選擇卡在6等繼續刷他到三星 否則呢其實用他來過渡就可以了 7等的時候我們會依據金牌的一個狀況去做主陣 通常是會搭到一個四牛年的羈絆 但是呢我們通常不會在7等停留太久 而是會繼續存錢升上8等即可 8等的時候呢比較可以去組出一個更完整的陣容 就是六牛年 三叛徒二槍手 沒有刷到亞菲利歐的時候可以去補上一個三加護 因為現在不是有很多的好願解或是說一些法陣嗎 所以如果能上加護的話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薩蜜拉的位置呢也可以換成好願解 這版本的王牌呢都非常的強勢 如果有拿到的話都可以考慮單掛 不過如果有拿到草人跟烏爾加特這種控場的一個角色的話 也可以優先上場 OK這一場呢算是比較逆風的一場 就是第二階段的時候我們的連敗被斷了 我沒有想到我四等的時候竟然可以打贏五等 算是一個比較難受的一件事情 還有就是呢我們這一場有遇到同行 最難受的毒狗呢就是你可能遇到同行 然後你連敗又被斷了 然後我們這一場就是剛好都發生了 並且呢三之一四十塊刷牌的時候呢 我們竟然只有刷到兩張的一個塔龍 就是剛好能夠遇的比較逆風的事情 我們都遇到了 結果沒想到這邊竟然也可以打贏這個同行 算是已經比較萬幸的事情 還有就是我們的機器人是有來到三星 為什麼這一場會賭機器人呢 就是因為禁牌夠多 基本上如果你的機器人禁牌夠多的話 是可以一起賭的 因為他可以跟卡蜜爾去湊一個人工智慧的羈絆 雖然說我覺得這個人工智慧 並沒有到說真的特別強 就是我這一場呢是拿跟血量有關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今天是可以增加這個塔龍的整體的一個傷害的強度的話 其實應該會是更好的 但是有時候就是很難去做到這麼完美啊 這邊我們直接報導了這個二星的勒布朗 三階段二星勒布朗其實他整體的一個強勢度是很高的 結果沒有想到我們二星的塔龍 竟然就可以直接秒殺了這個勒布朗 很多人呢都是拿勒布朗來過渡 然後我其他媽媽去玩好運節 然後中期的話 就是先用勒布朗這樣子的一個魔攻的角色去做過渡 像這一位玩家的話呢 他很明顯就也是活力補給嘛 活力補給之前在表演賽的時候玩過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活力補給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我在考慮可能再做一集影片 來跟大家做分享就是這個活力補給到底要怎麼玩會比較好一點點 其實活力補給的玩法真的是蠻多的 就是不是只有一種而已 那這邊四之一的時候呢 就是要再繼續刷牌 我們在三之一的時候有卡四的 先刷過一輪 然後在這邊四之一的時候要all in 就盡量去刷出我們的塔龍來到三星 通常這邊是最晚要三星的一個階段 如果說你三之一沒有刷到太多的話 三之五可以補刷一點 就是如果你夠好運的話 其實你三之五刷出來都是很好的 然後像這邊的話就是最後的一個關鍵時間點 然後結果沒有想到這邊低了一個30多塊 還是沒有辦法讓我們的塔龍來到三星 不過沒有關係我們至少還有一點的賭金 這邊先去做了一個追擊之後 這邊塔龍去打了各種前排 他可以在自己飛回去打後排 所以有的時候你也不用覺得 欸塔龍好像打假賽 其實還好 因為他其實都能夠去找到那種後排的目標 尤其是現在有很多人去玩好運解 跟很多人在玩槍手 所以他是可以自己導航 然後找到那一些後排的位置的 這裡的話是選公里胡刃或是牛年轉職都可以 那我覺得牛年比較穩一點 所以我就直接選了牛年 所以欸賽勒絲沒抓起來啊 好再繼續刷 這邊的話就是要盡量去幫我們的塔龍刷到三星了 因為這裡不三星的話我們會跟其他的玩家的等級落差太大 好這邊 嗯我們的安妮其實也沒有到進的特別多 就是這一場的話賽勒絲安妮這些角色其實都沒有進到特別多 所以這邊還好我們有去賭這個機器人喔 有的人其實是不太會去賭這個機器人的 應該說這個陣其實本來就蠻少人玩的 對那比較少人會去玩說賭塔龍這個體系 很多人是不知道這個陣其實蠻強的啦 所以大家還是比較偏向去玩維爾格 對但我覺得塔龍真的是很好狗前式的一個陣容 像這邊的話我們是用砍的 就直接把同行給暴打了一波 那像對手的話呢我想他應該就是 比較偏向去玩營運就是玩維爾格 其實我一開始都覺得他應該是想跟我一起賭過 很好就是他很適向的去玩營運的體系 這場我們會這麼難去滴到這個塔龍呢 也是因為我們有同行 但一家同行還算能接受 就不要全世界都是你的同行就行了 對面的話呢我要他沒有刷到塔莉亞 不過他刷到了亞菲利歐 這邊我們直接爆砍了亞菲利歐 並且擊殺了惡心的索娜 有沒有看到這邊打後排就跟紙一樣 就是直接就可以直接把他們給斬殺了 那這裡的話這個轉盤我們就是 勢必要去拿到這個亞菲利歐 因為拿到亞菲利歐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六牛年 就比較好去抽到六的一個羈絆 然後結果被想到這隻豬 恨熊熊 喔不是喔這是熊這是熊 好像是熊對餵熊是吧 他竟然直接把我的這個亞菲利歐給搶走了 傻眼好太難過了 但沒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可以自己刷 自己刷也是刷得到的 好大家可以看到了我們這邊 其實我們二星塔龍的時候就已經蠻好溫血的 然後就更何況是三星嘛 三星的話就是一直火在燒 我們這邊已經七連勝了 然後這裡遇到的話就是 跟我們一樣活在燒的玩家 他的話呢是選擇去養這個三娜 然後去搭配這個鬥術 我覺得他也是很聰明啊 就是他出了一個夜色 不過夜色算什麼 一刀不死 那我們就打兩刀 兩刀他是必死無疑 不過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塔龍的血量呢 會有點難受 就是你會看到他這邊就卡一點點血 然後在感覺要死要死的那種狀態 其實還是要有回血的裝備 是會比較好的 只是因為我們三隻二選的那個組件組合包 他噴了一堆塑紙卡給我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說 合出一個完美裝備 那當然大家如果可以去合出嗜血者 或者說去合出正義 然後科技槍這種裝備當然是更好 那對方的話這邊 叛徒好運解一發直接倒地不起 其實只要遇到這種叛徒啊 然後有這種轉值 現在其實蠻多人會去叛徒轉 這個薩蜜拉叛徒轉草人叛徒轉好運解 那通常大家會比較早去拿到好運解 像他剛剛那個就是很正確的一個配置 只是呢遇到我們塔龍就是會很難受 因為塔龍就是跳到最遠的目標嘛 那他叛徒又有幾個是後排的呢 就只有沒有 對大家都是前排的 所以在打這種叛徒 然後尚未成型的一個六叛的時候 是非常好打的 OK這裡的話我們直接拿下了一個 舊連聖 就是我們三星塔龍的威力 那最後的話比較可惜的就是 我們這邊是做了一個電刀 其實我本來也想說 欸如果有星火或是一些回血裝備的話 是會比較好 像是說科技槍也都可以 那這邊的話 我靠這個塔莉亞傷害也太高了 這就是活力補給的威力 我覺得是他的爆發真的太高了 然後這邊直接塔龍一發倒地了 其實就比較難受一點啊 就沒有嗜邪者 如果有多一個嗜邪者盾的話 其實塔龍的一個輸出環境 會再更安全一點 就不會像這樣可能跳到後排之後 然後馬上就倒地不起了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身上八等級去刷牌 因為我們沒有維爾哥 這裡的話就是希望能夠去刷到維爾哥 或者說一些五費單卡 像說烏爾加特啊草人啊 直接補上 都會是蠻大的一個提升啊 這邊稍微刷了一下 因為我們是有同行 所以本來就 比較難刷到我們想要的牌 這邊的話補上這個 六牛年 喔還好有稍微防了一下 這個機器人的手臂 因為這場呢是有 那個機器人 就是他這個火箭抓取 然後另外一個呢是拿到英雄強化 所以就會稍微提防一下 那對方的話呢是賭拉克斯 賭拉克斯 也可以玩 對 反正現在其實有一些 如果你拿到英雄強化的一些賭狗的話 其實都可以去做嘗試 就是 不是說喔賭狗就不能玩 而是 你可以看到你拿什麼樣的一個相關的 欸 英雄強化 再去選擇玩 而不是硬玩 這樣就好了 好這邊就是把這個 塞勒斯給賣掉 因為塞勒斯如果沒有三星的話 他就是廢物 所以不用去留這種 就是沒有三星的牌 那像對面的話呢 喔對 他這個也是蠻正確的一個決定喔 就是魔鬥叛徒轉職 而且他這個是可以直接弄出一個 六叛的 只是他很可憐 他的威爾哥沒有來到二星 好啦 那你就放心下去吧 這個威爾哥連二星都沒有 太可憐了吧 真是太捨不得你了 你就先安心下去 別在這邊受折磨了 結果 沒想到他現在刷暗連 威爾哥沒有二星 還是有辦法鎖住的最後一滴血 OK 這邊的話我們再繼續刷牌 其實大家就可以觀察到一件事情 就是有的時候 讀狗的一個縮險能力 反而有的時候就 比那個營運證好很多嘛 因為畢竟你可以更早的 就是把你的角色刷到三星 或者說質量會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在中期可能三階段的時候 就會開始瘋狂 就是去把別人的血量給壓低 這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OK 這邊的話我們就遇到我們的一身天敵 一身之敵 這個假人 這個假人就是我們的一身之敵 對 大家可能會想說 欸塔龍這麼強 那要怎麼防會比較好 就是用假人來防 沒錯 而且他這裡超級無敵聰明 我們又是那種沒有嗜血者的 所以這裡直接一波 被這個好運姐給帶走了 超級無敵難受 而且他這個雷紋是什麼 偷啊 兩個日輪是吧 這邊我們直接被爆打了一波 這個人真的是超級無敵聰明的 就是防塔龍的一個必要手段 就是你的中心點 因為他是打中心點最遠的一個目標 所以你要嘛呢 就是把你的主C放在中心點的位置 就不要離那個中心點太遠 不然呢你就會發現 欸你的角色一直被跳 一直被跳 一直被跳 這時候呢你就是可以拿假人來防 那當然假人又不是每一場都有的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你最好就是拿一些你不想要的角色 去放在最遠的位置 那像這裡的話呢 塔龍呢就會直接跳 你看 超強 他直接 針對性去找到這個拉克斯的位置 然後接著再去找貓咪 貓咪找完呢 再來找這個索娜 那基本上都是一發 就直接帶走這種後排的角色 辛辛苦苦賭到三星結果一波被帶走 然後這裡的話 哇這個人很會玩遊戲 沒想到他這個一星的維爾哥 竟然撐到了六盼燈場了 我覺得這主要是因為 後面又多了一個七手皇冠嘛 結果 而且呢沒想到他竟然可以讓魔鬥二星 這是我覺得比較瘋狂的一件事情 對 那這裡的話 這個科技槍可以給到我們的維爾哥 維爾哥的話就是看能不能哪個 試協者其實會更好啦 但沒關係 就是有什麼就將就著用 也是ok的 這的話就再繼續刷牌一下 這邊可以補加戶上場 也ok 因為有好運節嘛 而且又有同行 所以其實補加戶也是 蠻不錯的一個選擇 但我為什麼把它賣掉了呢 我可能覺得說 我們這邊塔龍可以先飛 也是蠻不錯的 這一個開飛 飛到了後排 直接找到了這個索拉卡 一發帶走 哇靠 對面是什麼鬼 二星的 亞飛利歐 三星的 三娜 很會玩遊戲 其實後面的話 你會發現這些人都是鬼啊 尤其是又多了一個棋手皇冠 所以讓我們又更難打了一點 結果沒有想到我們這個機器人 一個人 硬挺挺的頂帶了最前面 卡蜜兒 竟然打了一個最高的輸出 是我沒有料到的事情 是不是再繼續刷牌喔 好那我們這邊送走了這個槍手下去 哇靠 他是四汗衛啊 四汗衛的好運節 這就是我們一生之敵好運節 而且他有四張好運節 就是他有去搭配這個雙胞胎 你就知道他有多強 就他這個 欸不是這個棋手王冠 根本就是為了他準備的啊 就是他可以去湊這個雙胞胎 然後呢 前排又可以硬挺挺的停在這前面 好我們這個 就是打一輩子都打不死 因為他有假人 對 他就是假人完美的 克制了我們這套陣容 所以這支影片呢 不但教了你怎麼玩塔龍 還教了你怎麼克制塔龍 哇可以啊傷害真的是太高了 那這邊好運節跟這一家賭三娜的對決 感覺是火力補給要贏啦 這個火力補給的好運節真的是有點太強了 看來活力補給 真的也算是現在的版本答案之一啦 覺得如果你有辦法去二星好運節啊 或者說二星的這個塔莉拉的話 絕對是非常吃香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覺得也是他很聰明啦 就是有辦法活力補給 然後還有辦法去玩到這個雙胞胎 蠻強的說實在 這裡的話呢就是選控場 菲利歐的話就是當你今天沒有裝備 沒有什麼太輸出爆發的裝備的時候 全惡就對了 反正先去做一波控場就行了 OK這邊我們再對上這個好運節 因為他的防禦做得太好了 就是我們塔龍呢會一直陷在這個 第一發先去打左邊的假人 然後第二發再去打這個右邊的假人 如果說他沒有假人的話 其實我們會很快去找到那個好運節的位置 只是沒有辦法最後被這個假人秀了一波 如果說這位玩家沒有假人的話 其實我們有很高的機率是可以打贏 因為大家其實也可以看到其他 營運大臣的一個體系 都是塔龍能夠在第一時間 把他們的一個輸出位直接給擊殺 然後我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個 方之塔龍的一個打法 就是你的前派呢也可以就是 盡量放最左或最右 但是這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今天呢的場次有遇到結 遇到刺客 然後又遇到AOE的傷害 又遇到這種機器人的手臂 其實也是會非常難擺位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這個版本呢 其實塔龍真的還蠻吃香 就是大家呢要去躲這個AOE的傷害 又要去躲刺客 其實是非常難受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今天要躲刺客的話 你就得縮腳擺位 但是如果你縮腳擺的話 你可能又會遇到塔龍啊 或是遇到一些AOE傷害 又或者是你可能會直接被機器人給抓走 所以這時候你可能就會得閃擺 那你閃擺的時候呢 又會再遇到塔龍 又或是刺客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你擺位的時候 會因為你該局 遇到的一個對手的陣容 而有所不同 在這種陣容擺花起放的時候呢 塔龍就會有一個優勢 就是因為擺位的優勢 就是大家得去防止各式各樣的一個陣容 他不太可能就只針對你塔龍的這個擺位 去做調整 但是這陣容的缺點也就蠻明顯 就是當你今天如果打進決賽圈的時候 他就能夠針對性的擺位了 所以這套陣容呢 是比較偏向去購前四名的一個陣容 而不是吃雞的陣容 大家也可以發現了 這場其實有蠻多很神的玩家 六判呢是一個很好吃雞的陣容嘛 然後像是說三星的三娜 他的質量也是非常高的 但是因為我們有掌握住 中期的這個遊戲的節奏 以獲得更好的名次 真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玩看看塔龍這套陣容 真的蠻適合新手 因為塔龍就是自帶GPS 他會自己找到對手的C位在哪裡 你就不用一直在那邊煩惱著說 啊要怎麼擺位啊要怎麼擺位 這對新手來說真的是蠻友善的一套陣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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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